最近我国南方多地举办的端午龙舟比赛 引起了诸多网友好奇 他们发现龙舟前端总有几个无所事事的人 在坐着不合格的俯卧撑 根据动量守恒定律 这些人移动重心时 只会使船身受到方向交替的反作用力 因此这个动作看起来并不能推动龙舟持续前进 但实际上这几个人所制造的前进推力比他们滑奖更大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为研究这个问题 我们来到河边 此时一条小船正飘在水面上 它的重心与伏力的合力作用点 也就是伏心 保持同一千锤线 小船因力矩平衡而静止不动 这时岸边一个脚尖的胖子突然向小船踩了一脚 导致船头受到瞬间的冲击载荷开始前进 此刻以小船的视角观察 发现吃水线正在相对船身后倾 而吃水部分则相对水面 等体积前进 这使得伏心岩近似的圆周路径前移 由于伏力始终与水面垂直 造成伏心在移动时 伏力作用线都交于一点 这个点成为稳心 当水面相对船身倾斜小于15度时 小船就会绕着稳心摇摆 再回到正常视角 发现前进的小船受到了重心和伏心形成的利欧举推动 能够自动回正 因此把稳心到重心的距离成为稳心高度 重心越低而稳心越高 则此高度就越大 小船受到扰动倾斜后的回正力欧举就越大 根据这一原理 胖子目测了小船的稳心高度后 灵机移动 使出一套蛤蟆弓跳向船头 瞬间就对手部施加了强劲的冲击载荷 使小船一边下沉一边绕着稳心旋转前倾 于是船底向后下方推水 使船身获得了指向前上方的反作用力 完成了一次短暂加速 当船头下沉到极限后 过剩的浮力和较大的稳心高度 又推动小船一边上浮一边后倾 又让重心和浮心回到同一千锤线而平衡 于是胖子再次利用俯卧撑进行冲击 就这样让船底见歇视的向后下方推水 获得了前进的脉冲推力 因此他在龙舟头部做冲击动作的人 其实是把船底当成了滑水的奖 根据这个冲击推进法 有人把一个坚固的滑翔机 装到了冲浪板下方 由于水的密度大约是空气的800倍 这个水下滑翔机只需要较小的前进速度 就能产生托起一个人重量的生力 但这套东西只是一堆塑料 没有发动机 所以要驱动它前进 也要采用冲击推进法 方法其实很简单 就是身体前倾 使重心快速下行 然后突然停住 这样脚掌就会对冲浪板施加冲击载荷 迫使滑翔机加速下沉 同时前后一面受到的水流冲击力 又对靠前的重心形成了向前翻滚的合力矩 让滑翔机以前轻姿态下沉 这样前后一面都受到了 只向前上方的水流动压 开始在下沉中向前加速 接着滑水板上的人又身体后倾 将重心向后移动 使前翔对重心的后仰力矩占据上风 于是滑翔机抬头 一面和水流保持正迎角 靠水流速度获得较大胜利 将滑水板拖起 因此身体前倾时对滑水板形成冲击 就能让机翔向后下方推水完成一次加速 而身体后仰时 又能利用滑翔机的动能和机翼的引角 靠速度换生力 完成上浮 这样看来 龙舟和水翼冲浪板 都是利用了冲击推进法 获得了动力 但奇怪的是 明明胖子的冲量更大 那为什么龙舟或水翼滑板上 见不到胖子的身影呢 就是详细的